各位观众朋友 我是中伟 带你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这两天晴朗炎热的天气 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好像夏天真的快来了 那么预计连续假期四天 前两天的天气也会跟今天比较类似 后两天水气会比较多一点 下个礼拜将会有丰面云气来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至于梅沙台风 今年第四号台风 目前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 前两天一度增强为强烈台风 但是虽然有减弱 不过它的强度还是在中路台风的上限 而且可以看到整个云气的结构仍然相当的扎实 那么预计未来会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 大约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菲律宾的旅送岛 所以提醒大家 先往菲律宾或是我们菲律宾的观众朋友们 都要特别注意周末的时候 这个梅沙台风的影响 另外要特别留意的就是 当梅沙台风在下个礼拜一进入南海之后 因为跟我们台湾还是有一点点接近 要注意谈到外卫环流云气 可能会为我们台湾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从礼拜天开始就会逐渐受到影响到礼拜一 在我们银峰面的南部跟东半部地区要注意 可能会有短暂阵雨的机会 至于我们台湾今天的天气 云量是比较偏少 主要是因为偏南风把水气都吹往北边 我们台湾附近并没有太明显的云气 那么这个偏南风也带来南方的暖空气 所以天气整个温度可以说是有明显的上升 这两天感觉就好像夏天到了 那么来看一下外几天的话我们台湾 在明后两天的天气会跟今天比较类似 都是受到偏南风的影响 要特别留意的是从礼拜一开始 大约下半天开始慢慢的 北方会有一道封面云气下来 大约在礼拜二的时候会逐渐影响到台湾 虽然目前看起来位置会是比较偏北 但是因为春天的天气特性是 要特别注意是在华南附近可能会有一些对流伸长起来 所以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预计从下个礼拜二开始的 之后的几天天气可能就会转去 有点不太稳定的情况了 要特别注意这波天气的转折 说外期天下雨的方位可以看到 明后两天几乎都不太会下雨 就东半部雨量会比较偏多 但是在礼拜天到礼拜一的 也就是假期的后两天要特别留意 就是我们东半部以及南部 会慢慢的有一些短暂争雨 中部以北要注意有山区有 比较容易有局部的午后短暂争雨 在风的部分可以看到这两天 就是持续出了比较偏南风 风速不算是很强 所以温度也随着这个南风带来暖空气 逐渐上升 但是要留意的是这个台风 虽然它逐渐接近菲律宾之后 外国环流云系可能会在大约 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带来一些长浪 所以这两天尤其是连续假期 如果要前往海边 尤其是南部跟东半部海域的话 要特别注意安全 另外的话这个东北风 可能会是在下个礼拜二 随着风面云系南下之后才会逐渐增强 温度的部分可以看到 包括我们台湾还有华南附近 这几天都是持续是比较炎热的天气 一直到下个礼拜二 北方才会在冷空气南下 整个炎热的天气才会暂时告一段落 所以来看一下外几天 我们北部的天气的话 可以看到礼拜一之前 几乎都还是可以看到阳光 礼拜一下半天开始 雨量会慢慢的增加 到礼拜二降雨几率 会提高来到70% 温度的部分 礼拜天之前都是比较偏热 偏温暖 低温有23到24度 中午高温有33到34度 礼拜一开始温度会稍微往下降 低温是20度左右 早晚会有点偏凉 中午高温也会从32度 慢慢下降来到27度 南部的话可以看到 在礼拜天之前 还是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礼拜天是一个转折点 可能慢慢的 或者是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 礼拜一跟礼拜二 云量会比较偏多 降雨几率也会提高来到30% 低温大约是24到25度 中午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 所以这个连续假期4天提醒大家 前两天各地天气是比较晴朗稳定 如果要安排外出行程 这两天是比较合适 礼拜天到礼拜一水量会稍微增加 各地可能都会有一些 短暂阵雨的机会 虽然目前看起来雨量不算是很多 但是如果是要安排外出行程的话 可能还是会有点不方便 另外各地高温 预计可以来到32度左右 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 以及多多补充水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